看好美国经济复苏以及来回美国 台湾 新加坡三地蓬勃发展的航空客运需求 长龙航空特别宣布从12号开始 跟新加坡航空扩大合作 联营美国以及加拿大航线 为来回新加坡和北美旅客提供更方便的空中服务 同时2015年6月20号开始 长龙将要增加休士顿直飞台北的新航线 让美国华人来回亚洲更加的便利 长龙航空表示 台北飞新加坡两架航空每周提供21个密集航班之外 现在加入联营长龙的北美航线 从桃源出发延伸到美国洛杉矶 西雅图旧军山 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 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等航点 除此之外 2015年还要新增休士顿来回台北的直飞航线 密切使用波伊777300飞机 那么这个新航线即日起开放定位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长龙航空观摩